天氣溜溜溜溜溜溜溜 以後雲林斗六鐵路可能就看不到火車在路上跑 雲林縣府與國民黨立委張家俊 邀及交通部台鐵會刊 希望加速通過斗六鐵路高架化 雲林縣交通公務局表示 貫穿志趣的鐵路建設 共有9處平交道 3處路橋以及地下道 常年對斗六發展造成許多限制 也對用路人通行造成不便與危險 根據統計從民國99年到113年 就發生了12件事故造成60兩傷 比原來的210億再增加9億 雲林縣政府要再增加1億這樣的一個預算 所以220億來興建鐵路高架化 所以在這個會期 我會再請我們議會 再通過增加的這個自酬款 可以完成這個三個關卡的客服 跨出第一步 讓可行性評估報告 可以順利送出去 六號交通部台鐵和雲林縣府 也達成共識 除了施工期間的交通替代方案 同時也針對斗六車站的暫體 微調優化 挑高大廳減少壓迫感 提高業者進駐意願 交通部鐵刀局長也補充 雲林縣府和台鐵積極處理相關議題 期盼縣府儘快將可行性的研究報告 送到交通部 TV全章重敏雲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